上到天门 下到地里 略知一二 不忘心来 十四哥父 无所不难 老夫无算命 老夫是个文化人 来收听有930原创出品的文化类脱口秀节目 老夫是个文化人 我是三夫 今天我来说一说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的名字怎么那么奇怪 官员 怎么称呼 赢 干嘛呀 为什么要逼掉这个名字 我就叫赢 这就没意思了 这只是个历史人名 不要太紧张好吗 你觉得这个名字容易引起起义 那是因为你心里就是那么响啊 太认真了 再来一次 官员 怎么称呼 赢荡 看过《芈月传》的你一定都知道 赢荡是人民 秦桧文王的儿子 当了三年国君 举顶而死 年轻二十三岁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叫这个名字了 话说第一次见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还真的是觉得挺奇怪的 还有那个《芈月》 姓米 现在还有这个姓氏吗 还有《月王勾剑》 相信听过前面我讲春秋的朋友们 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一些人的名字了 但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怪名字多了去了 比如《鸡蛋》 老夫教味的闻道发誓这的的确确是人民 如果说这不是人民 就让我边搞边一半死鸡并且没保存 和《鸡蛋》组合的还有一个叫做姬友 这名字就够奇葩了吧 姬友是春秋时期周王室里的大官 任职司徒 同时还是郑国的第一任公亲 号称郑桓公 大家开开脑洞啊 鸡蛋和姬友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这个关系就太复杂了 今天斗胆献炒 咱挖一挖这二位爷的十八代祖宗 姬友他爸叫姬胡 姬胡他爸叫机械 机械他爸叫姬肩 姬肩他爸叫姬医护 姬医护他爸叫姬满 姬满他爸叫姬侠 姬侠他爸叫姬招 姬招他爸叫姬宋 姬宋他爸叫做姬发 好了到姬发这就算到定了 姬宋的次第就叫鸡蛋 这就是鸡蛋和姬友的关系 我相信经过我一番高屋建林的阐述 相信各位的脑子呢 更乱了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且不说这鸡蛋和姬友的名字 有多难听 听听他俩中间这一串的人名 实际上啊 有好多字我自己都不认识 我是一个一个去查的 还有一个 齐桓公 春秋第一霸祖 但是他有着春秋史上最萌的名字 小白 那么这些怪名字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春秋战国时期啊 起名字真的是一点都不忌讳 比如晋国有一位国君居然叫做黑豚 难道他屁股是黑的吗 别瞎说 再比如说 郑庄公叫悟生 据说出生的时候是脚先朝地人 被古人视为不祥之道 导致他老娘不喜欢他 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悟生 悟生 不要生 你说世上哪有这么咒自己儿子的 我们再说一个大人物 孔子 孔子本名孔秋 怎么来的呢 史记 孔子世家里写道 生而手上须顶 故应名曰秋 就是说 孔夫子生下来 脑袋上就长了个大包 像小山秋一样 所以孔夫子他爸呢 一拍脑门 索性给他取这个名字 叫孔秋 你说这也太随便了吧 哪有这样的父亲啊 孔夫子一直就被此时是耿耿于怀 所以把取名这个事呢 就报复在了自己儿子身上 后来孔夫子生了个儿子 有人送来礼于祝贺 结果孔夫子 干脆就给儿子取名叫孔礼 要知道孔子姓什么 我们先看他的父亲叫什么 历史记载 孔子的父亲叫书良和 好像这姓氏也不一致 对不对 然而呢 他们还真就是父子 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 书良和并不姓书 在春秋战国时期 一个人的名字 由四个符号来确定 姓 氏 名 字 姓和氏不一样 名和字也不一样 在清朝统一之前的 这四个符号是分开的 那么孔子的父亲书良和 就是名和字书良 而姓这个东西 在春秋战国时期 一般不用来称呼人 只作为血缘的一个记号 所以不管是孔子 还是他的父亲书良和 都不怎么称他们的姓 实际上孔夫子的祖先呢 姓子 孔子的子 以血统来论 孔先生也姓子 孔子是前朝殷商后代 据传说啊 商朝人的祖先在洗澡的时候 吞了一个鸟蛋 婴儿怀孕 生下一个儿子 故将子作为了姓 所以商人的后代都姓子了 这也是时代令人难以置信啊 而人的事呢 一般是用地名来藏过的 你家住在那里 就以哪个地方为事 比如大沙田室 西香藏室 清秀室 五明室 等等等等 比如说上面的那位姓友 他呢姓姬 但是后来周朝天子 放了块地给他 地名呢叫做正 就在今天的河南新正县 所以姓友的室 就变成了正 这样一来 我们就搞清楚 这个儒学大师的符号 他姓子 世孔明秋 自仲仪 但是 孔子他爸叫书良和 孔子为什么不叫仲仪秋呢 这个 我并不知道 神奇不神奇 那岳王勾建 吴王夫差 吴王和吕 这些人的名字 为什么又这么奇怪呢 我个人认为 是因为这些名字 它是音译过来的 没有实际意义 符像上面 还有姓氏名字的区别 在当时 吴岳都是属于百岳之地 是岳人 有着自己的语言 和华夏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后来书文在记载的时候 名字自然要被音译 或者翻译之后 所以我们有时看到奇怪的名字 或许就是音译而来的 比如说我叫赛夫 我的名字 就是音译过来的 如果说你一定要说 他的汉字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帅过每一个大丈夫 我看你像我二姑 不账 秦国痛以天下之后呢 实行了书同文的政策 把天下各国的文字统一了 同时把姓和氏合并了 所以后来姓氏就成了一个词 表达的也就是一个意思 老夫是个文化人 我是赛夫 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接下来咱们讲点什么呢 别走开 一会儿回来 上到天文 下到地里 略知一二 无妄心来 十四哥父 无所不难 老夫无所命 老夫是个文化人 嘉孩 22短 到天文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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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